你問我答 睡一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你問我答 大家知道稅有不同性質的稅 有的是聯邦的 有的州的 甚至地方的 像那個county 學區都有稅 每個稅的抽法又不一樣 互相之間在報稅的時候 個人報人也有互相交叉的地方相互有影響 有的時候會造成一些confuse 大家會覺得處理會比較好一點 今天我們討論的這位朋友的問題是這樣的 他說如果在德州買了房子 是自己住的 然後又搬到了外州去了 然後在其他中也沒有房產 請問Homestate Exemption和聯邦幾岁是不是還可以用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有幾個層面的問題 不是個yes or no的問題 而是應該說是個no and yes 就是這裡頭不同的情況不太一樣 還有標準的 理論上的結果 Practically就是說你事實上做的時候也會有一點的不一樣 首先我們就講到所謂的Homestate Homestate的這個exemption 這是一個local的房地產財產稅的一個概念 在聯邦稅裡頭沒有這個概念 那麼在county的那個tax裡頭就是它分普通的和Homestate 所謂Homestate它認為是你自己住的房子 所以它給你一定的減免權 那麼你可以少交點property tax 但在聯邦稅裡頭 你自己住的房子也好 它沒有這個Homestate的概念 它只分main home 然後其他的 比如說secondary或者是vacation home這樣的概念 那麼這個時候在使用的時候 結果是不一樣的 目的也不一樣 Homestate剛才講了 是local政府給你減免的你 只要你自己住的房子的話 給你留減免 而聯邦稅裡頭的main home和其他的home的概念 不在這個上面 而是在於你這個房子如果要賣掉的話 那麼稅務上的處理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個main home 大家知道 每個人最高可以達到25萬的免稅權 而如果是vacation home secondary home 就沒有這個好處 那麼它在定義的時候也不一樣 在鑑定你是不是符合main home的時候呢 它的結果跟Homestate都是不一樣的 那個要求不一樣 那個main home的話它要求 確實是你自己住在裡頭 在賣掉前的五年之內有兩年自己住 這是它的規定 那麼它不僅說要看你的job license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你的這個utility或者這些所證明 更重要的 它還會要求你看 你是不是你的主要的信用卡上單的地址也在這個地方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自己不住 租給人家的話 電費 水費 這些utility也可能是你包了的 所以不足以證明是你自己的main home 而往往就很重要的你的信用卡上單這些的話 有可能才能證明你確實自己住在裡頭 那麼當然這個是一個規定 在Homestate example 它當然就是看看你的job license 是不是在這裡頭 那麼它主要看的不在這個實際上 這個是規定 那真正做的時候 實際上它只要看到你在我們德州範圍內 只有一棟房子Homestate的話 那麼它基本上就不來管你了 那麼所以呢 哪怕你自己沒有做的話 那麼你的Homestate的話 它可能不會把你拿掉 這個是一個它的特點 所以呢 大家注意一下兩個 是一個完全統一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 你可能說不可以 也可能說可以 大家要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來處理這個 好 我們這個問題呢 簡單地討論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這個時候再見